就來看一下 因為這個部分我們今天現場沒辦法試 但老爹駕駛監控資訊完善的部分 因為分數不高 我們可不可以從車內的介面 仔細來看一下 好不好 因為老爹的車 就再次來到地球王金線 我們好好了解一下 好老爹現在就要告訴大家了 他的Model 3跟他之間 溝通協調沒有問題 應該說其實就像當初 我們還在習慣按鍵式的手機的時候 突然出現一個iPhone 你覺得說奇怪 這個怎麼操作 有時候你連有沒有Home鍵都要重新適應 是 但現在就 其實特斯拉的介面其實都當初有點像是那個年代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你說溝通嗎 你說合作嗎 那我要合作 我方向盤轉 他也是轉 你要操作冷氣主動安全 有沒有在這 有沒有主動安全 我一樣可以設定 而且是單獨 來 每一項都可以 對 你看 第一個車速限制 在這個前方預警 前方預警 他也告訴你 你是要提前 敏感一點 還是標準 還是延遲 對不對 然後車道偏離 他也可以告訴你 看你要不要輔助 他要警示 這些都有 然後撞擊 緊急剎車 你是不是要打開 所以你說 假設剛剛的那個解釋 說我在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而且剛剛因為剛剛設定的那個 其實是跟障礙物有關 是 你有一個障礙物偵測 對 你說緊急這個狀況 我要閃避 假設我現在做一個閃避動作 你說全部變沒有嗎 不會啊 我這個設定 不會 我保證不會 我絕對不會 你說我在自動跟車的時候 我現在比如說我撥兩下 開始自動跟車 對 當我閃的時候 我會感覺到它的力量 把我扯回來一點點 但是因為我施的力更大力 所以它就把自動跟車就解除了 因為它認為你不需要自動跟車 跟車到便宜了 而且其他車上邏輯 也有可能是這樣 其實也是一樣 因為我已經接手回來了 對 因為我力道大於 系統給的輔助力道 所以它就判定說你要接手了 所以它把你的車道偏移 輔助給解除 那解除好 假設我剛剛講 你遇到一個緊急狀況 前方的車不曉得什麼原因 離你突然很近的時候 請問一下 這個時候你就哪一種動作可以做 只有兩種 第一個 重彩剎車 把車停下來 第二個 很多人就是閃一下 當你做這個閃一下 我們都有上過駕訓 緊急閃避 沒錯 緊急變換車道 好 那如果E剛剛EURAL UNCAP上面的文字解釋 它說 當你做這個閃避的時候 GLE或其他車款 它會持續幫你輔助 輔助什麼 輔助拉回來嗎 那如果輔助拉回來 結果上去了怎麼辦 所以我要強調是這樣 你可以講 你應該要寫得細一點 說你在這個項目 其實我們都希望 它的影片可以出來 不然的話 就是在文字敘述上 給我們更詳細的判讀 是 你不能說 對 你不能說這個方向盤 濕到力道什麼 你電腦要怎樣 我要怎樣 然後就說給我零分 這是 那請問一下 像Model 3上面 它會有那種 例如說疲勞警示 這個沒有 或者是說 它可以偵測到你開車不專心之類的 好 你剛剛講說 這邊有個攝影機在這 這裡 這裡這裡 對 這個是隱藏版功能 我買車的時候 這個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不曉得 對 像剛剛Bub哥哥講 他剛剛有講 就是說特斯拉他先把硬體都做給你 但是他有沒有啟動這個功能 現在目前沒有 台灣沒有啦 台灣沒有 未來會不會有 因為其實這個也涉及隱私 我也不喜歡被你監控吧 是的 但是你如果要講疲勞警示的話 或許可以透過這個鏡頭去判定說 你的眼睛是不是不正常 在抽動之類的 或者是閉起來 所以我們 你如果說給我個15分 我們也就算了 好的 你給0分這有點過分 所以特斯拉的粉絲們不服氣 是的 我覺得怎麼可能 UranCable你做出這樣的成績 沒錯